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待身边的人 他细心周到 他的朋友遍布北京的每一个角落 以至于当时人们最常说的一句话 便是我的朋友胡适之 这样的好人员和他的后道是分不开的 后道的人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 胡适从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 父亲早逝 母亲一个人把他抚养成人 婶婶嫂子们一不高兴 就给他们娘俩甩脸子看 所以胡适年又早 孙很小就懂得看人脸色 长大成人之后 胡适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世间最可厌恶的是 莫如一张生气的脸 世间最下流的是 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 后道如胡适 他一生遵循己所不欲 故失于人的苦恤 他知道看人脸色的难受 所以从来不肯在人前甩脸子 让人难堪 1938年 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大使 当时胡适没有多少外交经验 去了美国还要四处求人 每天都要应酬 累了半死 情绪极差 但是他的下属 却丝毫没有对他的坏情绪波及 而且他们每次半夜来找胡适 胡适也依然是和和气气的 胡适给他妻子江东秀的信里说 我现在做的是受罪了事 但你知道我的脾气 我不去就罢了 去了 我总要把全副精神摆出来 总不要叫人家看我的臭脸 总不要叫大家跟着我受罪 胡适曾经教育自己儿子说 合群有一条基本规则 就是实时要替别人想想 实时要想想 假如我做了他 我应该怎样 我受不了的 他受得了吗 我不愿意的 他愿意吗 你能这样想 便是好孩子 一个人 如果能够做到极所不欲 勿施于人 凡事都设身处地位 别人着想 自己不愿做的事情 不强加给别人 这样的人才能算是一个厚道的人 厚道的人 懂得感恩胡适 在三岁的时候失去了父亲 母亲家在几个媳妇中间经常受气 在这样的情况下 胡适成为母亲唯一的指望 他苦心故意地培养她 在点滴小事上打磨 帮她择取老师 付给短高于一般学生的费用 极其难憾地帮她争取读书的费用 后来胡适出国读书 依据就是十年 她独自承担难以想象的寂寞不说 有次得了重病 还特地不要让人告诉胡适 她像所有的传统母亲一样 为孩子付出了太多 她为胡适挑选了一门婚事 是江家的女儿江东秀 一个并没有见过多少世面 缠着 小脚的大家闺秀 当时江胡两家定了婚约之后 胡适就先后到上海 美国求学去了 过了十多年 她俩还未结婚 但是江东秀却已经把自己 当作过门的媳妇了 江家本来是望族 在家里江东秀有自己的丫鬟婆子 凡事都不用自己动手 但是他却亲自来胡适家 照料胡适体弱多病的母亲 胡适一去十年 他就照顾了十年 胡适的父亲早亡 是母亲一手带大 他知道母亲的不容易 他虽然不乐意这门婚事 但他也不肯忤逆母亲 在外漂泊十年的过程中 江东秀能带他尽孝 胡适也甚是感激 于是 这个新文化的楷模 在身边的新青年 追逐新世婚姻的时候 毅然踏进了就是婚姻的殿堂 他和江东秀 一过就是几十年 他对妻子温顺福天 是出了名的怕太太 如张爱玲所说 他们是就是婚姻 含有的幸福的例子 胡适那么帅 那么有才 却与他相守一辈子 没有那切 又那么听 话 这一切都是因为 胡适懂得感恩 知恩图报 一方面是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 一方面是报答妻子的尽孝之意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是相互的 一个人只有怀有一个感恩之心 别人才敢放弃与之交往 在相处的过程中才敢放心付出 不必担心有一天 这个朋友会投影不回的弃人而去 一个人懂得感恩 才能算是一个厚道的人 别人才敢信任你 才能拿你当朋友 厚道的人 懂得宽崩别人胡适和鲁迅 可谓是新文化运动的双心 但是两人的性格言论却截然相反 因为观念的差异 鲁迅几次讽刺胡适 但是胡适却从未和鲁迅直接交锋过 也没有与他进行过比战 更没有表现出对他的人格的不公 1929年9月4日 胡适给周作人写了一封长信 十分感慨地说 生平对于军家昆帝 只有最诚意的敬爱 种种书格和人事变迁 此意始终不减分毫 相去虽远 相欺至深 此次来 抒情亦因后 国福平日的愿望 欢喜之至 至于悲酸 此事真情 想能见信 对鲁迅的敬爱 异于言表 鲁迅失事后 徐广平为鲁迅全集的出版 而四处奔走 却无人愿意帮忙 不得已求助于胡适 胡适马上着手运作 他从未计较过恩怨得失 不管是有人 还是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 他都尽全力帮助 鲁迅失事后 苏雪林大骂鲁迅 胡适并没有趁机复刻 反而批评苏雪林 说苏披鲁的话是旧文字的恶腔调 应该深进 他认为鲁迅自有他的长处 如他的早年的文学作品 如他的小说史研究 皆是上等工作 应该专讨论他的思想 究竟有些什么 宽容客观平和 哪怕到了晚年 胡适对鲁迅的评价也十分重肯 从不稍加贬义 胡适的宽容大度 可见一般 胡适曾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 那就是宽容比自由更重要 他认为宽容是一切自由的根本 没有宽容 就没有自由 宽容是一种美好的情感 高贵的品质 是一种仁爱的光芒 一种崇高的境界 胡适自己也是身体力行 一生都在践行着这种高尚的宽容理念 俗话说得好 大巧若拙 待人知道 精明不如厚道 在人际交往上 厚道的人为别人着想 别人自然也会为他着想 厚道的人懂得感恩 别人自然愿意对他亲力相助 厚道的人懂得宽容 大度的胸襟很容易让人折服 厚德而厚在物 厚道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石 厚道的人沉稳而有力 他们以着圣巧 人生之路往往走得宽阔而稳的 厚道的人 总是知道自己错了1922年 郁达夫在创造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指出于家居翻译的 人生意义与价值有很多错误 因郁达夫肆无忌惮的性格 在文章中使用了很多激烈的措辞 甚至对于家居进行了辱骂 可笑的是 郁达夫本人对翻译也不是很精通 结果也出现了不少错误 胡氏看到这篇文章后 基于好为人士的心理 就专门写了一篇文章 指出郁达夫的翻译几乎句句大错 并认为郁达夫是浅薄无聊而不自觉 当时的创造社正急于扬刀立威 一看胡氏出手了 立刻来了精神 郭沫若马上写了一篇反响之反响 对胡氏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很快 双方人马都加入了战团 引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论战 半年多后 胡氏给郭沫若和创造社写了一封信 主动提出了和解 信中说 我很诚恳地希望你们宽恕我那句不通经文的话 只当是一个好意的政友 无意中说得太过火了 如果你们不爱听这种笨拙的话 我很愿意借这封信向你们道歉 最后 我盼望那一点小小的笔墨官司 不至于完全损害我们就有的或心的的友谊 来源 独立作家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